我是站住成一镜 今天热什么 女婴打耳洞大哭 网友看了是很心痛 那打耳洞对很多女生来说呢 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 为了让自己可以戴耳环 看起来更漂亮 有些女生呢 更是小巧年纪 就已经开始打耳洞了 那现在就连现代男生 也开始戴起耳环 只不过呢 万万没想到的是 现在就连小baby 也开始赶上坠股潮流 从这段30秒的视频当中 就可以看到呢 女婴当时是很乖巧的 被妈妈抱在手上 而旁边的两名姐姐 已经是手上拿着器材 准备要帮她打耳洞了 那原本是不以为意 但是当器材刺进耳竹的时候呢 女婴立刻就稀里哗啦的 哭了起来 重点是 小baby都已经哭成账了 做妈妈的 都还是能够视若无睹 让许多网友都直呼 很心痛 而这段视频呢 之后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大家也都纷纷谴责 这位妈妈 为什么不能等到孩子长大了之后 再来打耳洞呢 年纪这么小 打耳洞真的有必要吗 不管怎么样都好 小baby适不适合打耳洞 建议各位爸爸妈妈 还是先咨询医生的意见之后 再来做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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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